所谓的解形并重 就是从了解知见到落实修行的过程 初学佛者亲近三宝的原因 是为了解决当前人生所面临到的苦 但是在阅读许多佛理经文后 却难免发现困扰无法进除 针对这种情形 弱勤法师认为 应该要将知见落实到生活修持 开启自身道与业的对话 谈到知见的话 就是说知见有了 那只是解对不对 佛法不是说解根形要并重吗 所以我了解道理方法之后 那我怎么应用在生活上 那应用在生活上就是行 就是一种修行的部分 所以解根形要并重的话 我理解这个道理方法之后 我试着用在我的生活上 那我用在生活上 我要去印证这个 我所解的就是活法的道理 真的可以应用在生活上吗 所以我要透过我的行为 那我要怎么去寻 我通常我会 在我没有经验的时候 我第一次的时候 我会抱着一种信念 去做实验吧 我会用一种实验的心态 去试着面对问题 我这样做 我以前过去的行为所做的 都让我觉得很后悔 我觉得很遗憾 那我现在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佛法的 所说的道理方法 试着用这种方式去做的话 那我看看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学佛者要知行合一 解行并重 将佛法实践于日常行为 及待人接物 才能真正改变自己 获得佛法的益处 刚开始落实修行 会非常辛苦 但是透过一次次道与业的对话 修正我们的心念 以不以为苦的心态 来面对困扰 就能将原先所感受到的痛 逐渐淡化 法界新闻蔡孟章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导